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诠释的是永不演戏 家境贫困 但仍要追求梦想 对手强劲却仍斗志昂雅 不抛弃 不放弃 令人尊敬 他就是世界羽毛球四大天王之一 李宗伟 魏宅之路上映时间 9月14日 一个欠下高利贷的王学兵 一个脾气暴躁的卡车司机马一里 还有一个来历不明的小孩子 三个人的命运在这个荒凉的戈壁滩上交汇 相互陪伴的旅途改变了什么 又得到了什么 连藏物与上映时间 9月14日 古都连藏 魔界与黄泉的交界之处 居住着幽灵 妖精 魔怪 神佛 死神等等奇怪的东西 当然还居住着人类 推理作家正和新婚妻子亚妻子意外而亡 正和去往黄泉国从魔鬼手里解救妻子 又会发生什么样的趣事呢 江湖儿女上映时间 9月21日 导演贾张科不陌生吧 小五站台 人逍遥充分诠释着黄土地 善孕育出的山西人是不同的 这次的故事发生在山西大同 街头老大宇莫特的故事 没有霸道附黑 没有至死不渝 有的只是人性 只是生活 黄金兄弟上映时间 9月30日 山鸡哥 古火蛋 兄弟情 又来一波回忌杀 即使无法活着回来 也比一人活着痛快 做兄弟 有精神 有来世 李查的姑妈上映时间 9月30日 终于来了一部比较轻松的片 开心麻花路来了 男伴女装甲姑妈 遇上女首妇真姑妈 又会发生怎样报效的故事 这部影片是否能超过前段时间 大伙的西红柿首妇 敬请期待 影上映时间 9月30日 这部片子不用说了 张艺谋导演的新片 一个关于替身的故事 明处做人 暗处做鬼 谁又是谁的替身 外媒都说好 你还有理由不看吗 找到你上映时间 9月30日 保姆 马伊丽 带着主人家的孩子神秘消失 姚臣顶着各方压力踏上巡女之路 马伊丽的真实身份是什么 他又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胖子行动队上映时间 9月30日看这个名字 就知道又是一部喜剧 一个300斤的钱王潭特工文章 和一个废柴保安包贝尔 一起执行特殊任务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